自定函数的功能跟这个按钮不太一样 不过我讲过就是说两者你可以去衡量你的实际上工作需要 不见得说按钮因为有的时候按钮的时候当然比较快 为什么按下去就没事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 需求可能又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按钮 或者那个地方不太适合用按钮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用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的逻辑大概就是说 他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一定会是在什么使用者制定里面出现 当然有一些做法是可以把它放在 各个 类别里面 不过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需要 因为也蛮好找的因为他自己就成一个使用者制定的 这个类别 所以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出现一个叫 业绩函数 需求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业绩函数呢非常简单 就是 不太需要学习你就会去使用他啦 为什么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跳出销售量 他会出现销售额 你就是直接给两个值按确定 只要一般的人都会使用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怎么把这个做出来 我想将来各位 也要慢慢习惯 主要就是第一个 插入函数的 插入 那个 什么程序的时候的话 你记得要选择方权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他这个刮壶后面 会有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 将来如果跳出来 你希望怎么样 会让他做选择的话 前面这个名称 你要给他 也就是说将来 在这个刮壶后面 就放这个名称 这个刮壶 放这个名称 他自动会帮你 在这边显示出来 OK 然后再来就是做逻辑判断 因为他给你两个东西 那你接收到他会帮你放在这个名称里面 所以你用这两个名称来做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 前面有讲过啦 所以我们大概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好了 基本上呢 这边的话 一样 几个方法 第一个 你可以从插入程序里面 用Function 名称叫业绩函数 这个应该没问题 因为前面做过蛮多次 按确定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有销售量 销售额 这个就是 将来跳出来那个东西里面的 前面的那个名称 再来因为他可以 他已经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什么 销售量 所以 请听听听听听听听 Ok